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江西卫视发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哭泣视频 并复言 这哭泣太绝了 江西卫视官方微博发王一博饰演魏若来的哭泣鉴赏视频 并复言 这哭泣太绝了 官方肯定王一博演技 网友纷纷在江西卫视微博下留言点赞盛赞王一博演技有戏 王一博饰演追风者中的一名上海中央银行小职员魏若来 前期深的王阳饰演的高级顾问 沈图难赏识而一直追随他 逐渐见证国民党高层腐败和黑暗后苦闷之际 杏德里沁饰演的中共党员沈进珍引领 最终成长为我党经济战线上一名红色金融家 王一博是一名歌舞演艺等多项发展的综合艺人 出道以来凭借阳光高大帅气的形象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受到众多粉丝的喜爱 王一博拍摄多部影视作品陈情令有斐长空之王热烈和追风者等演技受到肯定 近期 广西文旅官方微博欢迎王一博到桂林拍摄野外探索类纪录片的纪录片 期待以山水秀美著称的桂林和帅气多才的王一博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呢 再谈白玉兰 其实追风者男主的事 给我感觉就像消费者被欺骗了维权一样 剧本照进现时 现在还是要感叹追风者翁编牛 某玉兰大师班大师 我们尽量让玉兰这座奖杯一尘不染 演员没有流量演员 戏骨演员 老艺术家或教科书级别演员之分 大家都是演员 大师还说 我相信我的评委们也会持相同的态度 可是 但是 大师啊 您的评委们跟您看着不像是持相同的态度啊 某位前评委 现主持不但公开表示流量绝无可能入围 提名 还公然辱骂说 剧粉 观众是左棍 是红兵 这位大师和这位现主持 前评委的李文先生 背道而驰的言论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 普普通通看剧爱剧的剧粉 一时竟不知相信哪一个了 就像本来看过追风者 剧粉和观众热血沸腾 一颗红心红的步行恨不得立马奔赴瑞金 众走未若来的革命路 可是追风者剧组当头一棒 告诉观众和剧粉你们错了 我们想让你们追的风不是瑞金的风而是南京的风 所以我们可以悄悄地把男配报男主 大师啊 主持啊 你们能不能对好口径再出来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啊 追风者这部剧从事先的筹备 到剧情的主线 开播后各种热梗 热度 话题出圈台词 多是王一博作为大男主饰演的魏若来创造的 后续这部剧取得酷云角色 云和的集军 平台热度破万 甚至各大官微报道 多个百万视频播放 也都和这部剧的主线 为若来的成长线 王一博本人的热度息息相关 加上还让粉丝不断加热 转发 结果报男主张承上写着原则上报第一男主 却没有第一男主的影子 如果你是消费者 是不是也会觉得被欺骗了 所以前期粉丝和剧粉维权 我能理解 也深表同情 其间那些没有公章 没有姓名的信息源 都不能作为给位若来报奖的根据 大家也不是一定要入围 关键是其他人不说男配 已算给体面了享受了所有红利 成了既得利益者 却没有丝毫感谢观众 一副我应得的高姿态 其他反咬 造谣 诋毁等等 就更不要提了 白玉兰也快颁奖了 不管结果如何 都应理性应对 对追风者我还是很喜欢的 对个别人 没必要一直盯着 送流量 当后台和背景 资历不够的时候 沉下新创作和打磨作品 才是长久之计 相信王一波未来会有比为若来更好的角色 比追风者更优秀的作品 继续加油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